小伙伴们你们难道还没有发现吗 蛋仔岛中的魔鬼蛋它们很强 它们可以直接把蛋仔装飞 但是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吗 如此强悍的魔鬼蛋 在蛋仔岛中它们有一个天敌 这个天敌一巴掌就能打飞魔鬼蛋 你们知道吗 众所周知 魔鬼蛋身强力壮 如果你也见过魔鬼蛋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在蛋仔岛中 要想遇到魔鬼蛋很简单 只需要开一场巅峰派对 此时我们就会遇到魔鬼蛋 它会从结界中冲出来 此时我们的蛋子 如果不幸被它撞到 就会直接淘汰掉 小伙伴们你们看 我瞬间出局了 那么在蛋仔岛中 这个魔鬼蛋的天敌 可以一巴掌打飞它的人是谁 今天我和学姐发现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银草班主任 小伙伴们你们看 一巴掌打飞了魔鬼蛋 你表情包装的第一个 就是此时银草班主任的心情 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 并且我和学姐发现 银草班主任打飞魔鬼蛋以后 魔鬼蛋就再也没有出现了 所以说在蛋仔岛中 魔鬼蛋并不是不可以被战胜的 银草班主任 一巴掌就能打飞它 小伙伴们你们知道了吗